脱衣过程中,只要保护内漏 首先,看一下内漏的胳膊有没有红肿、肾血、阴急、皮肤破旋 听一下血管阻音的大小,阵战强度如何 摸清楚血管的走向 第二,串刺手药应该按照无菌操作 串刺针应该距离吻合口3-5厘米以上 每次动静面串刺要更换部位 尽量避免丁顶串刺 以免形成甲性动脉瘤及血酸导致感染 第三,若采养固定点串刺 容易使持续的胸管壁多次受血 弹性减弱 并应形成疤痕 轻轻容易引起肾血 重灾可引起内漏血管的被塞 第四 尤其注意的是 腥瘤第一次使用时 由于腥瘤拐密膊 脆性大 容易发生血肿 最好是由有基因的 技术熟练的护士传刺 例如一次性传刺成功 五,若穿刺失败发生血肿 应立即按压 胶部固定 冰呆冷腹 第二天在温水日浮 六,保护内漏 睡眠时应避免内漏肢体受压迫 阻碍血流使内漏阻塞 尽量放在胸前和对策 五,若穿刺失败